下雪了 这里以前老贴着你的照片 参加什么比赛 拿什么奖之类的 我在林姐家 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还记得吗 我说 以后你会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航天科学家 到时候 作为你的同学 我非常光荣 记得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作为你的同学啊 那什么 其实 从以前起 我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幻想 我说出来你不准笑我 我就幻想很久很久以后 学校校庆 你作为一个很厉害的航天科学家 被邀请来学校 然后 我就陪同 所以 余老师 你要努力 我对你是有要求的 我对你是有要求的 出处了 出处了才知道 什么叫天地广阔 自己的渺小 我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天才 纸上也远达不到第一梯队 你 你说的第一梯队是纸 陈学森 陈学森 克罗料夫 冯卡门 冯卡门 没事 你继续 但我会努力的 我想我可以 我发现你有成为BDS的趋势 BDS是什么 字迹百度 你还敢跟我说这种话 要关门了 好 谢谢大爷 好好好 谢谢大爷 好好好 你 是那个 我就是那个 谢谢大爷帮我们进来 今天拍到我们聊聊 好 谁来了 好 回来看看啊 好 翻涌深海 眼花也想要 给星辰未来 只要你在 眼花也怕盛开 看着你眼泪 光暗了下来 每一秒 都期待 可以不故意 先和你一起奔赴未来 我都期待 我刚刚应该在打电话了 你就送她这里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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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我 如果我暂时地向父母隐瞒我们的关系 你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 不然老被问来问去挺麻烦的 暂时是多久 直到有人爆料 我觉得赵应该会让他们惊喜一下 我们父母可能不会觉得 那我明天送你回上海 用什么身份啊 老同学 你爸妈会信 那你要是平平无奇突然出现的话 他们肯定会怀疑啊 那我就提前逼一个过去好了 我想想啊 我就说 我就说明天司机来不了 然后我自己要开车回上海 有驾照啊 我当然有 我会开车啊 你别打唱 反正我爸妈呢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让我一个人开车回上海 那个时候 我都恰巧看到 高中班级群领发来说 有人要回上海 顺便可以带着我 经过我这么多铺垫 我爸妈肯定就不会怀疑了 你觉得怎么样 你这什么表情啊 没什么 就是忽然想起 你骗我去修净化剂 我们乔乔姐不仅是个演员 居然还有即兴编剧的能力 作为下半辈子和你在一起 时间最多的人 我觉得我得有个心理准备 你还挺不情愿呢 怎么会 那我要好好努力一下 不能让你白白准备 也不用太努力 你怕了 怕倒也不至于 你试试看 你好 咯 你们滚都开心吗 肯定的 他挺着急 还有